台大法医研究所最近杠上了法务部 主要是在06年的时候呢 当时通过了一个法医师法 这个法里面规定呢 只有法医可以解剖相验 那么主要是为了要提升法医的程度 不过现在这些坚韧的检验员要限期退位 却发现法医师严重不足 那么法务部于是要研你要修法 为了让检验员永远坚韧 但是对此学者提出了警告 这样一来会有后遗症 一来当初修法等于白费 那么二来会让法医师的程度呢 参差不齐 让台湾发生更多悬案 2011年7月南投信义乡四人离奇暴毙 法医最初根据死者呕吐物 认定是务实肉毒感菌 当时引起议论纷纷 是个一周不同检体再次送卫生署疾管局检验 才发现是葡萄吹牙剂致死 全案才转为他杀侦办 开点就让嫌犯逍遥法外 学者控诉是因为法医程度 称词不齐 小一科皮肤科加一科 外科内科都可以做的 大家觉得因为一方面他太满了 不好意思要把他拉来 另外一方面他也不是专门做这个的 为了补控缺一般的医师 短短几个月训练成检验员就能相验尸体 2008年台中张信尤差勒死女友案 法医弄错死因又一例 误判死者是酒精中毒 而不是被勒死 法医专业度备受争议 为罪自杀他可能是凶手 为罪自杀 最后来看看 可能是被人家做掉了 就众说纷纭 就是没有解剖 为提升法医水准 2006年通过法医师法 仅领有专业执照法医师 才能解剖相验 原本的检验员限期退位 但法务部却考量 法医师不足提修法 让检验员能永久坚韧 那等于法医师要来干什么 法医师法要来干嘛 等于修法等于什么 废法 101年底就是检验员退位期限 法务部担心 如果没有这些医师 将无法及时相验尸体 才会严拟修法 但台大法医研究所 跳出来杠上法务部 强调当时修法 就是要提升法医素质 现在走上回头路 等于是让更多悬案再次重演 新闻阿公养麦 吴亦轩台饼 采访报道